以往也有不同品牌不同型號的電動巴士來過香港 事關車完全設立香港市場的需要 主要對象客戶就是私人錄丸或酒店 用來做穿梭巴士 因為這架車它用美智的馬達 所以唯一聽到很安靜的行車聲音 我經常聽到人這樣說 我用了電車後真的回不了頭 現在的優錢那麼貴 也聽到不少老闆這樣說 但公司的車每個月只維修保養都花了不少錢 如果全部鑽在電動車外我真的省了大筆 由此可見買電動車的人大部份都是以成本行 作為盛夏又怎樣看 當然是上車坐得舒服下車又沒有廢氣 而作為載客的巴士 如果全面轉為純電動驅動的話 對於投資者和乘客來說都是好事 以往都有不同品牌不同型號的電動巴士來過香港 不過到目前為止都未算普及 不過多款來香港是好事 始終市場自己會選到合適的車款 最近又有一款新電動巴士到香港 名為行天領域EB30 30座電動巴士 而且今次率先引入的 是廠方特別為香港市場度新訂造的零號機樣版車 目的當然是測試市場的反應 吸收更多的意見 為日後的量產版本作出最好的準備 說明是樣版車 我們先不要預期它有很high end的製作水準 因為這部車完全設立香港市場的需要 所以很多位置都是由廠方人員 人手裝嵌組裝而成 所以稍後你可能會見到一些組裝或成件 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奇怪 沒錯 行天領域EB30的車頭 的確是參考了日本車 只是作出少量更改的致敬作品 究竟更改了甚麼呢 首先看看車身是放大了 現時全車長達7990mm 闊度更加2240mm 高度有2940mm 比起它參考日本車的超長陣版本 還要長了265mm 闊度了160mm 以及高了300mm 放大了車身當然有它的優勢 上車看看就知道了 一上車第一個感受到的 就是它的三部T級 雖然說三部T級不算特別低 但每一級都是一個完整size 不會過高 亦沒有出現半級或轉彎級的尷尬情況 上下車似乎比較安全 沒有那麼容易摔倒 暫時這款行天領域EV30 只有一款車身 正因為這個這麼大的車身 令到車廂比日本車更加大 據知每張椅子都有400mm闊 走廊通道亦比較寬敞 每個座位都有手枕 USB充電 以及獨立的冷氣風口 拍攝這部樣板車是30座位 主要對象客戶 就是那些私人屋苑或酒店 用來做穿梭巴士 用來做效巴又行不行 都行 減了車頭這對反向的座位就可以了 不過說到車廂舒適性 可以停車長著冷氣 沒有引擎聲又沒有廢氣排放的電車 就一定屈股了 停在屋苑或學校等乘客就一流了 代理還說特別與廠方加大冷氣輸出 設立香港的實際環境 我都試了不少電動私家車和電動貨車 不過一直都未有機會接觸到電動巴士 究竟這部行天領域EB30 它的動力規格是怎樣的呢 先看看電池 用了五組 總共有175kW的 零德時代輪酸鐵理電池 馬達最高輸出有200kW馬力 可以說貫徹電動車大輸出的特性 而廠方亦有在香港進行過實地測試 續航力據知達到320公里 如果用它來做屋苑穿梭巴士 分分鐘收車之後 用慢速的充電 充電一晚就叫你用一天 不用下下開工去補電 不過它都可以用快速充電 大概40分鐘左右 就可以由20%充電到80% 吃頓飯時間都搞定 大多數人跟巴士的關係都是做乘客 比較少數人是駕巴士 所以乘客的舒適性非常重要 剛才我也做了一陣乘客 我特地選擇了一個比較舒適的位置 就是尾輪的輪拱位置 那裏坐在輪拱上 如果是傳統的小巴或巴士 那裏是葉片大廣的話 就頗抖 但因為這輛車走起壓力陣 那位置處理凸凸比較文明 我剛才走的橋位、路位、駁位 不會太凸凸 只能聽到馬達的運轉聲 這個相當不錯 至於駕駛上去 在司機位的感覺又如何呢 又有另一番體會 現在坐在這輛車上 正在駕駛 它的寧靜程度 司機位竟然是比乘客更加靜 對比起以往我們駕駛的柴油小巴或巴士 那些柴油車 在正司機位的左邊下面的地台 其實就是引擎 接著連來波箱 所以作為一個司機 在傳統的柴油巴士上 你很輕易感受到引擎的震盪 聲音甚至是溫度 這輛車沒有了 連馬達都放在車尾 這裏是沒有引擎的 亦沒有波箱 所以唯一聽到很靜的閒車聲音 不過我個人認為有一件事 這輛車都可以改進一下 因為這輛車 它用一個尾字的馬達 而馬達是會有一條小小的直濕 扔到尾瓦 才再出尾軸 我覺得它唯一改進的就是 如果它用到一個一體化 類似E-EXO的設計 它就會令到車底空間更加縮小 它需要用的靈體會更加少 對於日後要維修保養 可能會更加好 實際駕駛上來 除了這輛車很足夠力之外 有一件事要說一說 它似乎是不能設定 regen的效果 即是動力回收變做電能 反而比較有趣的就是 現在我踏著 它駕駛起來的感覺 有點像駕駛一般的 one pedal的感覺 這種one pedal就是 一縮油 就會有regen的感覺 現在這輛車也是 我駕駛上去就是 我駕駛一縮油 在錶面上 就會寫著有個E字 有個循環的三角形 即是告訴你它應該正在回收 但它的回收的regen效果 就不算很強烈 我覺得它將來正式做量產的時候 廠方可以考慮一下 多一個regen的選擇給人 例如將regen效果縮小一點 加強一點 因為這些高速公路 如果你用一個像one pedal的駕駛 腳蠻累的 如果可以自己調節一下 regen的效果 或者是有少許留得厲害 可能會更加省電 而且你的腳不太累 但有一件事也繼續可以改進 就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軚盤的轉向反應 有少許含糊 還有有些虛偽轉向的時候 尤其是走高速公路的時候 你可能要駕駛一些檔軚 要不斷地修正 你見到我現在走的時候 都可能要移動一下檔軚 修正指向 如果能夠好一點 讓它比較實正一點 指向更敏銳一點 會更加好 不過其實這些車 老實說電動車 如果你想得到充電設備 或者計得到行車的距離 其實電車真的比柴油車好 尤其是用這種車用來做塑膠巴士 屋苑車 學校車 等客人的時間很長 用電車真的會有無敵 冷氣又夠冷 維修保養又便宜一折 因為這些車沒有解油 還有沒有夾力紙 甚麼都沒有 是比柴油車可能用少一點 因為現在一縮油 它會有regen的效果 比柴油車用得少 所以我聽過他們說 維修成本 比柴油車還要便宜多一半 我很喜歡試電的貨車 下回船署 現在試電的巴士 下回船署一樣開心 又是不用等的 一踩就可以彈出去了 跟以往真的差很遠 以往也是等到天荒地老 加上3V的聲音 像A基一樣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輛車動力方面的改良 不用怎樣改良 力水夠 因為現在是樣版車 很難評論它做得好 將來的成品、量產 甚至國產一定不行 未知的 完成後看看是怎樣的 現在還有很多改進空間 隔口位等等 都有改進空間 一開始已經說了 買了電動車的人 大部份的人都是說錢的 買一部電動巴士 更加需要說錢 我先跟你說說這部EB30 究竟多少錢 現時這部車的車價是168萬 我已經聽到有人說話聲 你覺得是貴嗎 稍安無措 其實這部車 買它是可以申請政府的新能源運輸基金 如果成功申請的話 車價連你的充電裝置 都可以得到半數的資助 屈指一算 即是說這部車的車價 是84萬已經搞定 大概和一部日本同類型的柴油車 差不多價錢 可能你會說 如果差不多價錢 為何不買一部日本的柴油車 要買一部國產車呢 你買一部柴油車 你不用入油的 你不用維修保養的 我告訴你 現時一部柴油的巴士 它的油錢是大約3元一公里左右 而一部電動的巴士 廠方就說 它大概是7毫8至1公里電費 屈指一算 即是說每行一公里 你就節省到2.2毫2的油錢 假設你部車每日行200公里 即是說 每日你可以節省到444元的油錢 如果你節省到一年的話 分分鐘節省到十多萬的油錢 就絕對不是蒙 如果你用幾年 這部車已經可以節省了車價回來 我還未計你平時的維修保養費用 所以說 買電動巴士絕對是貴買便宜的 你越用得久 它就越幫你節省到錢 有興趣看這部車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了 代理會在星期六和星期日 舉行車展 不妨你去看一看吧 會不會禁止 我們也會強調 看見 距離 會不會禁止 會不會禁止 我們還有一小茂子 而別的 我們也會影響 我們為什麽 這個努力我們 知道 我們在星期間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